2022选战在即 台北市副市场黄珊珊请跑基层 却引发明月吗 在地的里长爆料说 为了盖北投的中继市场 当地公园的运动场被迫拆迁 那么黄珊珊有求必应 替打网球的民众协调盖新球场 而且有新的设备 导致旁边的流冰场却直接被拆除 篮球场也没有人来修缮 因此被外界质疑 难道是会炒才有汤区吗 施工人员忙进忙出 北投市场改建工程第一步 旁边的大峰公园盖中继市场 曾经是溜冰场和球场的公园 如今都成了工地 市府承诺要来照顾运动族群 但是却引爆民怨 不同的运动项目竟然是命运大不同 以应搬迁 新盖的网球场宽广又独立 照明设备 休息室 电扇一应俱全 但同样是中继市场预定地 妈妈们练舞 孩子们溜直排轮的溜冰场确实直接被拆除 只能跟其他团体轮流使用仅存的小型广场 一个班大概40人 所以这边已经塞满了 所以必经之路 我们也会干扰他们 他们也会干扰我们 每天都在调整时间 所以会变得非常不方便 我们是不了解政治这些 我们只是很单纯 我们就是想要运动 再看看篮球场地面军列 围离破损 晚上照明不足 更是漆黑一片 蛮不平衡的啦 就是一样都是公园 一样都是运动 怎么会 就是大家享受硬体设备差那么多 黄副市长啊 对啊 他走到哪儿 只要人家有球他就避孕啊 没有球他就不理人家 贵草的小朋友会有糖吃啊 没有草乖乖的在那边就是你倒霉啊 里长梯抱背后大有拳击 原来向副市长黄珊珊陈琴才有用 也让外界质疑拥有市政资源 又想更上层楼的黄珊珊是否借此拉拢地方团体 既然有那个格局要选市长 你应该把台北市的市民 每一个族群都要照顾到 而不是单一的去照顾特定的族群 做说明会的时候呢 大概都已经都说过 也就是说我们会尽量的怎么样 把整个中继时间把它给缩短 现阶段呢 因为呢 北投市场 它有四百多摊 快五百摊 所以呢 它整个空间的一个使用呢 这个实在是很万不得已的事情 作为柯文哲属意的接班人 黄珊珊身份敏感 被街督有榜庄异味 未来体察民意 恐怕还得全盘考量 才能让市民心服口服 这蓝星发行员采访报道